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2月22号星期一 欢迎收看今天晚上的节目 今天A股是一个放量下跌的表现 全天的成长金额是放大到大约1.3万亿左右 但同时,今天大部分人应该都还是比较开心的 因为和上个星期一样 今天大盘基本上还是延续了指数跌 但是个股上涨的情况 我们看到今天沪深两市依然有大约2600多只股票是上涨的 不过今天盘面上还是有一些地方值得我们去注意的 第一,今天北上资金在下午是从净流入变成了净流出 全天北上资金是净流出11.14亿 第二,今天领跌的创业板不仅是大跌了4.47% 更是跌破了3200点的支撑位置 第三,A股市值低的贵州茅台今天是下跌了6.99% 这是继去年7月16号之后贵州茅台单日下跌幅度最大的一天 第四,虽然说一批机构抱团股在春节开始后就出现了下跌的迹象 但是今天,特别是今天下午,这批机构抱团股的下跌有扩大的迹象 第五,新加坡富时A50指数,今天是下跌了4.76% 同样,这也是A50期指,继去年7月15号之后单日下跌幅度最大的一天 第六,同样是指数震荡个股活跃 但是相比上个星期来说,今天个股的活跃程度出现了一些下降 我们看到今天互生两市一共是2600多只股票上涨 也就是说,大约差不多有六成左右的股票是上涨的 这个数字相比上个星期情况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下降 所以,目前对于指数我们的判断是 首先,上涨指数后面还会去回补3600点附近的这个缺口 毕竟我们说,深圳三大指数目前下方都已经没有缺口了 其次,如果今天晚上耶伦在美国国会的发言没有太过惊悚的话 那么在中国两会之前,A股的指数很可能就是一个横盘震荡的表现 但是如果今天晚上耶伦的发言,让市场感到一点点害怕的话 那么A股指数就有可能会走一个震荡下行的表现 所以,对于指数后面的发展,我们最好现在要保持一些谨慎 个股方面,目前个股的操作机会还是存在的 但是个股的波动幅度接下来可能会扩大 所以,对于仓位控制上来说,我们建议最好可以保持一定的灵活性 那么另一方面,机构资金目前在大消费概念上撤回 进行调仓换股的动作还是比较明显的 所以短线我们暂时应该回避一下大消费概念 除了这些,今天中午我们提到 大宗商品原物料族群是出现了集体爆发 但是对于这个族群的操作,我们的建议是 如果你现在已经在煤炭有色金属这些板块里面的话 那么你可以暂时先不动,再看一看 但是如果你现在才想去买有色金属这些板块的话 那么我们不建议,因为风险有点大 你可以等后面这些板块拉回之后再介入 或者你现在也可以考虑去抓一些周期股里面 有补涨潜力的一些低价品种 因为这样相对来说会更安全一点 接着我们看一下今天龙户宝的情况 今天主要获得机构资金增持的一共有21家 这21家里面机构资金抓补涨这个动作还是比较明显的 从这点我们也可以看到 目前相对来说机构资金的态度还是比较谨慎的 那么今天机构资金主要增持的21家里面周期股有10家 分别是远兴能源、中泰化学、华昌化工、ST藏格、沈阳化工、山东海化、华林钢铁、东华能源、优彩资源以及精能科技 那么随后的11家分别是机械板块的智慧农业和中国中业 智能机器概念的拓邦股份和信节电器 次心股板块的离子源 食品板块的西麦食品 光伏概念的林洋能源 白轴板块的山西分酒 造质板块的山英国际 教育板块的科德教育 以及汽车行业的豪能股份 最后我们看一下今天北乡资金个股情况 今天北乡资金净流入前6名的分别是 新业银行、耀明康德、招商银行、利讯金利、墓园股份 以及三一重工 而今天北乡资金净流出前6名的分别是 美帝集团、五两业、中国中免、中国平安、衡瑞医药以及京东方A 那么这是今晚的节目 我们明天再见 谢谢